兄弟 咱们真挖呀 你能保证这下面真有铜框 我 这金石探框 不过想捞点闲材而已 你要真把这院子给推倒了 挖不出一块铜来 倒是如何交代啊 那 那我们都已经给架到楼上去了 这到时候 怎么也交代不了啊 你只要把这院子给封了 急得自然是接掌 只要他出来 还怕收不了场 勾剑 想得周全 爷 真的 千真万俱 这阵倒是要看看 你们回去吧 没你们什么事了 人哪 接掌了 人哪 人哪 接掌了 哎呀哎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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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给这地底下的矿绳磕头啊 还是给宫里的皇上磕头啊 给宫里的皇上磕头 也是给地下的矿绳磕头 前前后 既然这地底下 有天底下最大的铜矿 为什么迟迟不开挖呀 爷 这挖矿得选一个黄到吉日 不然惊怒了地下的矿绳 这矿就挖不到了 看来 三日不见 也得对前千户刮目相看了 原来这矿神 是每天背着矿 在京师地底下满世界跑啊 苏老二 是不是哪天 这矿就会跑到你和我床底下去啊 爷说的话有趣得很 对了 苏老二 咱们出门的时候 你不是查皇历了吗 对 爷 今天是皇到吉日 移动土 你不认识 前千户 这矿神正背着矿在你脚底下挡着呢 还磨蹭什么呀 街掌 爷 前千户 您别惊诧 我受街掌委托 给您送礼来了 快点 大人 你帮不能再占了 我把你都不再不项 你都不项 这地下矿神县的礼 可比你这份大多了 难道人家前前户 会分不清这大小头 爷说得对 对对对对 既然爷说得对 前前户怎么还不动手 难道等着爷和你一起挖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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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才罪该万死 罪该万死啊 皇上 刘公公 你何罪之有啊 皇上 奴才没有监督好探矿队 错把皇上的院子给封了 皇上 皇上 刘公公 钱欠户 你们不用担心 这院子不是皇上的 是我诸寿的 你们想怎么挖都可以 如果真能在这院子里 挖出世界上最大的铜矿来 也算是我诸寿 支持皇上的事也不是 爷 小的罪该万死 小的并不知道皇上就是接掌 知道了又怎么样 知道了你们就不把这院子封了是吗 皇上 小的们错了 奴才错了 奴才错了 皇上饶命啊 皇上 唐人孙 哎 你在这偷着乐什么呢 街长 唐人孙没偷着乐 现如今 谁都想一口吃成个胖子 为了成胖子 不惜在自家院子里挖坑 结果坑里什么都没有 倒是把房子的积角给挖虚了 几场风雨下来 那房子说不定就得倒 那砸死的 首先是在自家院子里挖坑的人呢 爷爷也想在大内里面挖铜矿 唐人孙 你这么说 该不会是在诅咒我吧 爷千万别这么想 也可以上街去看看那些大街小巷 挖的那些坑啊 钱千户 当时要封爷四合院的时候 唐人孙阻拦过 可钱千户他们 并不听唐人孙的 唐人孙 我看你是想看他们的笑话吧 不不 唐人孙 只是想给钱千户他们 开个小小的玩笑罢了 要不然 他们在金石里 这么没完没了地挖下去 那房子倒了百姓也都跑光了 有朝一日 他们想寻个坑埋自个儿的时候 哎 连这个坑都没了 奶奶的 何几名都没有你唐人孙恶毒 我可把他贬到居鸿关去了 你就说你想去哪儿吧 皇上 把唐人孙 关到集园位去 皇上 把唐人孙关起来 对对对 唐人孙 看来您还真得去锦衣卫 再关上一段时间呢 且慢 要把唐人孙 关到锦衣卫去 那谁给诸寿一笔采喜呢 诸寿有采喜 有啊 一大笔采喜啊 佛哥 这个狗不理先吗 这包子刚开店的时候 他不叫这个绰号 是因为这包子不好吃啊 人们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哦 俗话说啊 肉包子打狗有据无回 这包子连狗都不理 人还能吃吗 怎么说话呢 于是 店老板就想出了个好办法 他就把这包子做好了 做美味了 这要是当年没有人给他起这个绰号 这店老板也发不起这个狠啊 所以干脆他就把这包子叫了狗不理 如今又多了一层意思 人要不理这包子 他就是狗了 哎呀 你瞎扯什么呢 你不是说诸寿有才喜吗 对 爷 如今在天下的衙门 对这恋童啊 都头疼 你是说 爷这恋童的想法错了 不不 恋童这想法绝对是正确的 我只是说衙门这一头疼 咱们的机会不就来了吗 什么机会 这恋童不就成了当年的狗不理了吗 把恋童这事交给那些能人去苦心经营 那将来的恋童可就成了今天的狗不理 谁要是不理这恋童 除非谁就愿意当这条狗 这能人 莫非是你唐人孙 皇上真是圣秘 好 好 好 走 好